大家好,我是YC 上一期YC刚说完新时代的节奏比较拖沓 那这一期直接进入一个battle的歌人无限 歌曲质量YC作为一个新说唱的铁粉 对于说唱新时代的歌曲质量 真的是保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 纯属个人意见 希望各位B站的粉丝不要喷YC 当然确实也有好歌了 只是相较于其他节目的一些收唱综艺老狗 新时代的选手可能有些确实缺乏一些经验 或者是比较年轻吧 第六期的这期节目一上来没多久 实习童小妹妹直接对我们屏幕前的这些单身狗 公开处行直接宣布了 最喜欢的 最喜欢杀不死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 还是那句话 多出门少上网 那这一期让YC眼前一亮的歌呢 首先是这个内门胡彦斌的这首歌 我们来简单的先听一下吧 会摇起来啊 一阵! 我说 你都想看着Maron 你什么事情做都是Maron 真的不是Maron 你什么事情做都是Maron 我说他比我行到 所以都是他给了回答 马上笑嘴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心理上的因素吧 对于这些年轻的raffer呢 我们心里所对他的一种期望值呢 其实是已经建立在一定的标准线上了 尤其是听了这个新时代的很多歌之后 那突然来了这种的黑马选手呢 尤其是他的这种唱腔 他的这种flow 他的这种旋律啊 突破了这个节目 给我们打造了这种新时代raffer的 说唱认知的这个界限啊 非常棒 OK那我们再看一下Rose Doggy这首歌吧 这个伴奏 等一下说 这些的那个乔治老师的那个表演吗 那一听到这个伴奏呢 YC就是觉得这首歌 里应该加上autotone啊 但是他们以这种纯原声的方式来呈现 有点感觉单薄 可能是YC最近听 backoverseat听的有点多了 可能就有一种思维惯性了 只是YC的个人感觉啊 OK那最后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YC的老乡 纳奇沃夫和阿达尔瓦的这个PK啊 是园子里的坏哥哥 你只能当大家的小伙伴 我们是眼前收集者 收集你们的眼前 Rush for a beat And I'm like Why不要nose right 那些吃风过来的 He's a coming back 因为新世界 你要是对我推入你肚子里 我们怎么进不来 我天主要带过高费 Mamazon比 She was psycho 混迹在世界冠军 我们团结的像一只魔 你见着口 这不是IC Bling Bling 这就是绝能灵脱 确实能感觉出来 纳奇沃夫在舞台上非常有自信啊 这种自信可能是他参加过新说唱 然后见识过那种人人都是大神的那种氛围 所以他回到这个节目 我觉得是一种降维打击 所以就藐视一切的那种自信就拿出来了 如果是这个心理状态 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也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 那其次YC想说的一个重点就是 作为新疆的说唱歌手 没有把那种新疆的味道 或者是水友们所说的羊肉串味 或者是切膏味 都没有把这种味道去融合到这个歌曲的编排里面 唯一能做到的只有艾夫杰尼 这里YC可能就是语言比较匮乏 或者是这种知识体系的架构比较混乱 不能给各位兄弟姐妹们解释的特别清楚 让YC尽力想说清楚的就是 艾夫杰尼在他歌曲呢 并没有在刻意的去秀他的自己的新疆口音 也没有在模仿少数民族说唱的那种快嘴 他在用很正常的语气在说话的过程中呢 突然夹杂了一些新疆人才能get到的一些点 就是那些很细微的一些部分呢 会让新疆人觉得 嗯 这人老新疆了 可能我对音乐的理解 可能能get到艾夫杰尼的点 那对于这种西北方言不了解的听众呢 听到这种新疆的发音方式 可能就是会觉得比较新奇 所以大家各有各的审美 只是YC作为一个新疆人呢 可能真的是更多的会跟艾夫杰尼产生一些共鸣啊 那所谓的这种新疆方言啊 其实并不太适合 就像马车所说的 现在这种比较新的这种说唱方式啊 当然一味的快嘴 少数民族是有他们的这种语言天赋 新疆的这种土话 或者是新疆的这种独特的发音 更加适合现在的GIL啊 可能不像是川渝地区的那种方言 比较慵懒比较俏皮啊 那西北的方言呢 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傻劲儿 或者是有一点点那种狠劲儿 那YC呢 其实也是想让新疆说唱能走起来 所以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作为一个业余中的业余呢 随便找了一个JOB 用新疆方言来mash一下啊 希望能给更多的新疆reffer提供一些思路吧 骗丑了 我来自新疆 You call me 儿子 爸爸 我来自 虽然不是法兰子 我吃饭面加留个面 谁能吃得过我们 炸饭里的肥肉都给我没吃的呢 我类似这种啊 希望能给广大的新疆rapper提供些许思路啊 那跟纳奇沃夫PK的阿达瓦呢 也是本期的一个爆点啊 冲起来就完事儿了 OK 那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